尊贵的享受 浪漫的私人空间 明智之选 成就卓越人生 打造城市综合体 时尚生活触手可及 生态空间 品味休闲 健康住宅 都市精品 爱家 才是好男人 王府井 King Square第二期五星酒店级公寓 电话905-888-6788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回到直播新闻 中港台方面 先看下有关人民币货率的消息 日前 由于美国两党意见存在分歧 美国国会参议院决定推迟对2011年 货币货率监督改革法案进行最终表决 外界普遍认为 这个法案主要是针对中国 只在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 今年日来 美国主流传媒经济学家都表达了 对这个法案的担忧和批评 近日 美国参议院首先通过程序性投票 同意结束对这项法案的辩论 并进行最终的投票表决 但由于参议院少数党共和党 要求对该法案的修改内容没有被接纳 参议院随后再次进行程序性投票 结果决定延迟表决 并宣布将会在11日晚 对这项法案进行最终表决 这项法案将操控汇率和贸易补贴绑定 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主要的贸易伙伴 是不是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压低本国货币币值 以及为本国出口提供补贴的行为 一旦主要贸易伙伴汇率被认定是低估 美国将会对其征收惩罚性关税 美国众议院议长博立 认为这项法案非常危险 不可能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奥巴马总统也认为 这项议案有可能违背美国 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相关义务 并因此可能会损害中美两国 在汇率问题上的正常沟通对话 美国著名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员 德里克·西塞斯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人民币政策没有损害美国就业数量 华盛顿邮报网站的一篇文章 也认为参议院推出这个法案 是一种政治手段 一致参议员希望 在下次大选前 做出一种对中国强硬的姿态 以争取选民的支持 人民币持续升值 不单对内地经济构成影响 对香港也有深远的影响 因为被刺激输入通胀 对民生造成影响 百物腾贵 8月份香港的基本通胀率高达6.3% 其中以食品价格的升幅最大 接近一成二 是通胀持续飙升的火车头 食品价格为什么升得这么快 原因是香港很多商品 特别是食品都是从内地输入 人民币升值变相推高内地食品价格 刺激输入通胀 基层市民就最受到影响 面对美国的压力 到底人民币会不会再升值呢 有外汇分析师就表示 在欧债危机下 市场避险的情绪升温 对美元需求上升 人民币也会趁机守为会员 但是长远而言 利好美元的因素有限 所以预料人民币对美元 应该还有再升的空间 分析师认为 人民币对美元 今年已经升值大约是3% 预料在年底前 有机会再升2% ROW TV 雷智雅报道 接下来看日前 发生在北京的 香港空泰旅行团的车祸事故 在今日下午 三位圆滥者家属抵达北京认私 并且商讨处理围体的安排 预计明天会到出示地点露製 三位圆滥者的家庭 合共6名亲友7号下午3点多 乘坐私家车 抵达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 宁令围体 并和当地的法医 商讨是否需要进一步发验 香港驻京办首席入境事务主任 冯白豪和家属开会 他们要求政府首要 是要协助他们处理围体 包括尽快办理好死亡证等等 也都要求露製 说去回现场可能做一个露製 这个我们也都会协调 相信会是明天进行 但几点暂时都没有决定 冯白豪指家属未决定 围体是否会直接运回香港 或者先进行火化 而办理死亡证等等的基本程序 需要大约一个星期 由于家属抵达北京 希望可以加快程序 冯白豪又指 他了解北京警方仍然就 今次的事故进行调查 未公布进一步的结果 至于赔偿问题 家属就和旅行社协商 暂时未有向香港驻京办提出要求协助 此外 康泰旅行社发表声明表示 受影响的北京五日团 有两名澳门团友 要求提早结束旅程 至于其余的18名团友 已经按照他们的医院 继续余下的行程 预计星期六会返回香港 康泰又表示 其中一名越南团友的女儿 目前情绪稳定 他们已经联络社会福利署派人 向有需要的团友进行心理辅导 而越南的三个人 每位可以获得人生意外赔偿50万 以及付出金2万 旅行社会发放30万的平安保险赔偿 Blow TV 雷晨日报道 港大的调查显示 林衰凌成为历利评分最低的政务司司长 港大民意网站上两个星期做的调查 刚刚接替唐英年出任政务司司长的林衰凌 只获得38.5分 比唐英年还要低10.1分 成为历利评分最低的政务司司长 行政长官曾蔭权就获得48.4分 虽然上升了1.1分 但反对他做特首的比率就创新高 达到6.9分 支持他做的就只得2.4分 Blow TV 雷晨日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表示 重政者最重要是掌握人民的需要 对于他支持唐英年参选 范徐麗泰强调唐英年只是可以接受的人选 范徐麗泰到中大演讲 他指历史上有些领袖未能提出民情 值得香港重政者引以为监 他早前表态支持唐英年 但就解释唐英年只是可以接受的人选 其实我从头到尾都说过 唐英年先生是我可以接受的人选 我没有说过唐英年先生是理想的人选 我也没有说过唐英年先生是我心意的人选 如果民望是超过其他议次候选人 那么我没有理由不去支持他 对于唐英年捲入诽闻 他就认为大家应该将视线 放在唐英年的工作表现上 ROW TV 雷战友报道 一个长洲居民 不满长洲至中环航线加价之后 假日和平日收费差距超过两成 提出司法复合 但被高等法院裁定败诉 新道轮长洲至中环航线 今年7月获得运输署批准加价 不长洲街坊会主席 郭卓坚入品高等法院 指运输署没有遵守承诺 并没有将平日与假日的票价差距收窄两成以内 以快线为例 成人平日与假日票价相差四成三 小童票价差距四成四 法官林文汉在判词中表示 运输署只是接获一间公司投标做这条行线 投标者新道轮提交的数据显示 平日与假日票价如果差距是四成三 平日成人票价只会增加两成几 但假如平日与假日票价差距收窄在两成或者以下 平日成人票价的家幅就会扩大至三成 法官指运输署署长考虑收窄平日与假日票价差距的大前提 是不可以不合理调高平日的票价 避免加重尼岛居民平日坐船的负担 故此认为运输署署长不能够收窄平日与假日票价差距 这样做是不负责任 裁决司法复合不成立 原众人郭卓坚不满意裁决准备提出上诉 ROW TV 雷智日报道 现在先到西阵 稍后回来会有体育和天气消息 先看NBA方面的消息 效力落参加湖湖人的西班牙球星 邦格苏说 如果NBA因为未能解决奴脂斗分而取消赛情的话 他会为西班牙球队巴塞隆拿上阵 格苏昨天就第一次和巴塞隆拿的球员一起操练 他形容一旦NBA取消整个赛季 仍然是弹了难 如果因为这样 要他参加另一个国家的篮球联赛 西班牙会是最佳选择 另外格苏的弟弟 效力灰雄的马格苏 已经由升旗二起 在巴塘隆拿近草 接着NHL方面 NHL赛季昨天正式展开 多伦多风业主场仍占满地可国民 风业就凭着前锋 Mathiel Lombardi 在第二节的一个short handed goal 加上门将James Riemer高水准的破狗 花解国民32次的射满 风业最后就以2比0击牌国民 以胜利打开新球位 这场比赛上方以0比0打完第一节 到第二节 虽然风业在早段少打一人 但是凭着却越的防守 在33秒 由Lombardi闪电射入一球 以1比0先 到第三节4分42秒 风业作出一个突击 由后卫Dion Vanoff竟射破网 将有势增至2比0 接着MLB棚球方面 美联分区季后赛第五场比赛 纽约阳基主场迎战抵到6老虎 结果阳基就以2比3主被老虎 提前出局 而老虎就在就继续五年前 再度闯进美联军棍材 这场比赛老虎在第一局 就由Don Kelly和Damon Young 接连棘出拳来打 接着是当代的天气 影时室外温度16度 今晚最低温度会电至11度 天城 最每小时10公里的南风 再打多伦多 未来5日的天气阅测 接着是本国 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状况 2011年水上电单车世界錦标赛 在广西纽州结束 中国队派出10名选手 参加这次的比赛 而最好名字的 是女子的直立式竞速赛第4和第5名 水上电单车世界錦标赛 今年是连续第三年 在中国纽州举行 今年参赛的水上电单车 有40几架 选手主要是来自法国 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中国这次 一共拍出10名选手参赛 水上电单车实际赛的比赛项目 分为座式竞速赛 立式竞速赛 和自由花式赛 今年的比赛赛道 较去年更复杂 对选手提出更高的要求 除了要保持速度 总要控制好方向 否则很容易就会行错 流少年一来的阴天天气 也都增加了比赛的不确定因素 经过三日的较量 法国选手 包揽了男女立式竞速赛的冠军 意大利选手 在最具视觉震撼力的 男子座式竞速赛中称雄 而中国选手的最好名次 是女子的立式竞速赛的第4和第5名 自由花式赛 是今次水上电单车细赛 最受欢迎的比赛项目 选手运用熟练的技术 挑战各种高难途动作 最终两位斯洛文尼亚的选手 包乱了自由花式赛的冠冠军 今天晚上的新闻报道完毕 祝大家一个愉快的长生活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